粉彩是中国陶瓷最后诞生的一个主要品种 创烧于清代康熙一朝 由于在画面中加入了玻璃白打底 色彩呈现浓淡相间的效果 表现力更为丰富 它一扫五彩的热烈强势 色彩表现非常柔和 因此又称软彩 粉彩在康熙朝数量较少 直庸前时期达到艺术顶峰 雍正粉彩淡雅书朗 乾隆粉彩富丽多姿 后世难以超越 粉彩表现的物象 粉韵柔和 细致入微 富有层次感 更显生动自然 其中有以雍正粉彩得到的评价最高 雍正粉彩图案文是以画绘为主 特别是官窑产品 绘画精妙 客室树朵 一粒彩花 阿努多姿 其次 所绘折制花果 团花 花鸟 人物故事 和深水画等 也都栩栩如生 内容极为丰富 此外 还有各种色地彩绘的粉彩瓷器 增加了粉彩瓷器 在色彩对比上的美感 可见船石品 珊瑚红地 粉彩 冠尔屏 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装饰手法 流行过织的画法 继图案从漆深到气盖 或从气里到气外 连续彩绘而成 常见有桃果 菊花 牡丹等过织图案 用正粉彩 制作工艺成熟 风格典雅修理 备受人们推崇 历来是拍卖市场上的宠儿 生殖空间很大 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器 除继承传统 以宣认为主要手法的 白地粉彩此外 还繁衍出 各种锦地开光 各种色地粉彩 花卉开光 各种苗晶开光等 文饰繁荣 色彩艳丽 这次工艺 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水平 这款是乾隆潮 仿成花豆彩 杰刚威的产品 喜欢的朋友 请您点点赞 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继续欣赏 乾隆粉彩